英国首相约翰逊下令国会修会引发的诉讼案有了判决 英国最高法院历史性裁定 无理由的修会导致国会发挥不了宪法功能 是违法的行为 下令国会必须尽快复会 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峰会的约翰逊表明不认同 但是尊重法院裁决 他会继续争取10月31号如期脱欧 要求反对派支持他推动提前大选 为了能够在10月31号如期脱欧 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月强制国会修会到10月中 引起大批国会议员强烈不满 直接把首相告上法庭 经过三天的听证会 英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做出历史性裁决 法院以无理由修会 导致国会无法发挥宪法功能为由 裁定约翰逊违法修会 国会必须尽快复会 这项裁决无疑再次重挫了约翰逊 目前仍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峰会的他强调 无法认同法院提出的理由 但是他尊重法院裁决 约翰逊直指把修会课题带上法院的人 是为了阻止英国如期脱欧 但是他不会放弃 一定会争取在10月31号脱欧 并强调法院的裁决 绝对不会影响脱欧进程 与此同时 约翰逊也呼吁反对派工党 支持提早举行大选 不过工党党魁科尔滨 在法院做出裁决之后 就炮轰约翰逊剥夺民主 应该马上为自己违法的行为辞职下台 当被记者追问是否会辞职时 约翰逊三度强调绝对不会 法院裁决之后 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贝尔考也随即宣布 国会将在星期三复会 这也意味着约翰逊必须出席他上任以来的 第一个首相问答环节 恢复的国会预计会继续重点商讨脱欧事宜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英国可能会出现几个情况 包括约翰逊辞职 达成脱欧协议 无协议脱欧 延后脱欧 提前大选或取消脱欧 原本就已经非常模糊的脱欧前景 如今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究竟英国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脱欧会不会胎死腹中白忙一场 无人知晓